大甲巴族绕镜活动在23号晚间正式起驾 而这9天8夜的绕镜行程将为大家带来数以万计的观光人潮 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也让民众免于塞车之苦 市府在3月23号以及4月1号两天将设立接拨专车 我们3月23起驾也就是今天 那我们大概每半小时就会有一班 那当然如果民众很多我们会激动的加班 务必让所有的民众都能快速到达到大甲的市区 那我们预计可以服务大概2000到5000的民众 那为什么2000是指我们台中到大甲 这个所谓的快捷的走国道的这种所谓的免费接拨专车 那我们小接拨的部分呢 我们预计可以接送到所谓的3000人次 所以我们总共大概可以服务5000人次左右 所以回览那天也是 回览大概有一次比照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 另外配合绕建交通管制交通局也在大甲体育场 以及美人山营区等地设有临时停车场 民众如果是使用自己的小汽车的部分 我们建议他到所谓的那个美人山营区 也就是高速公路下来在自幼高中的附近 那有一个美人山营区的停车场 那我们在那边也设有小型的接拨专车 那会就是说随着随停 把民众接到大甲阵南宫的附近 这个是指高速公路下来的车 那如果走省道的 我们也建议他到那个大甲体育馆 那里有停车场 那停车以后呢 因为交通有管制 所以搭我们的接拨车可以方便民众 小型的接拨车 方便民众快速地到达大甲的阵南宫 大甲妈祖绕境活动一年比一年精彩 人潮也一年比一年多 为了不破坏民众随乡参拜的兴致 交通局也提醒民众多多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另外有关大甲妈祖国际观光文化节的交通资讯 也可以上交通局网站来查询 请局员台中采访报道